当你爱你自己爱人的时候 你真爱他的时候 你忍不住你的授欲吗 所以你只有授性的一面 没有人性的一面 视频中的这个男人就是小王 到底是什么原因 竟导致土磊说他没人性了 事情起因还要从女友小冉这里说起 后来孩子是因为 就那次他晚上回来喝多了一点 然后他就强迫我了嘛 然后就那次孩子就没了 说一个比较奇葩的问题 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 一两个月 你可以吗 因为小王的一次罪咎 从而导致他不顾女友小冉的身孕强行发生关系 而正是因为这次冲动导致小冉流产 但事后小王不仅没有愧疚 还觉得那是正常需求 如此禽兽的做法 直接引起了土磊老师的不满 其实小冉和小王在一起两年了 但在这期间两人的矛盾却一直没断过 而正是因为这次孩子的事情 导致小冉心灰意冷决定要与男友分手 但为了怕男友纠缠 他只好求助到了节目组 那么小冉这一次能够顺利分手吗 而两人当初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从小王口中得知 他和女友小冉是在一个网吧相识 那时候的小冉在店里做收银员 而当时的小王认识他也是碰巧 也为小冉长相甜美的缘故 小王常常有事没事的就去店里转悠 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人变得熟络起来 后来慢慢的就走到了一起 那时候两人的感情还是很好的 但后来却慢慢的变质了 可女友小冉却称是男友对他变得心 那么两人到底是谁说的对呢 而他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因为就从刚开始的时候认识之后 然后他就没什么工作了 然后我就给了他一笔钱 开了一个服装店 刚开始的时候呢 精英还可以 然后后来不是出了个什么电视剧吗 然后他就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剧 一天也不出门 后来因为精英不散 导致电闭关门了 那我刚开始的时候不也挺积极的吗 然后店里就我一个人打理 就变得挺累的 我就稍微在家里休息了一段时间 就这样 小王表示 女友和自己在一起没多久后 他便辞去了网吧收银元的工作 自己为了给女友找点事干 于是就出钱给女友开了一家门店 但随着女友的不上心 就没有经营下去 可女友却表示 事实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 后来都没有生意了 如果我再不把电转出去的话 那是不是全亏了 我最后还不是给你剩了一点吗 他投了多少 你剩了多少 投了大概十多万吧 转出去之后还有三四万块左右 还好还好 没有血本无归 小冉解释其实这都是男友逼迫自己做的 原本在辞掉收银元工作以后 自己是打算学一门手艺的 可男友非要逼着自己去开所谓的服装店 但自己却对经营一窍不通 男友也不管不问 于是店铺的压力就放到了小冉一个人身上 无论是进货还是打理店铺都是他独自承担 因此长期的熬夜和压力使他疲惫不堪 再加上自己不懂经营 店里最后没了生意 看着这种情况小冉也是心急如焚 所以就及时止损关掉了店铺 对此却遭到了男友的极其不满 他称关掉店铺也就算了 那为何炒股也不能按照他的想法来呢 然后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我又给了他一笔钱炒股 刚开始的时候我给他说 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 然后买哪一只卖哪一只 然后刚开始他都听我的 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不听话他就制作组装 我买的时候不是后来也拿回钱给你了吗 也挣了钱给你的呀 那如果你听我的你会亏吗 会亏钱吗 那这个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我也不想这样对吧 那如果你听我的你会亏吗 也许亏的更多 然后后来反正他 我不是没上班嘛 然后他后来就 每个月就只给我一千块钱的零花钱 然后幸运卡再什么都给我停了 也不容用了 小王表示在店铺关掉以后 他又拿出了一笔巨款让小冉炒股 刚开始的话还挺好 但后来女友就不听他的胡乱操作 可小冉气愤的便捷了 自己根本不懂得炒股 是男友非要逼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 所以他才听了男友的话去学这个 可还没等他入门 男友就对他不管不问 所以无奈之下 他才胡乱买股票的 但男友为了惩罚的 直接断绝了自己的经济来源 但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小冉为何不鼓起勇气脱离男友的掌控 再次去找一份工作独立呢 我现在在找工作上到班了 现在找到一个服装导购码在上班 自己老板不做是要给别人打工 也是有幸福 你们接着说后来呢 其实我最后还是因为那件事情才伤心的 就是我不是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吗 开始的时候他还陪我去检查呀 什么还关心我啊什么的 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发现他每天都回来很晚 要么回来就睡觉也不关心我一下 小冉说到正因为有了前两次的教训 自己才强行挣脱男友 出去找了份工作养活自己 直到后来他发现自己怀了身孕 起初男友对他特别的关心 但这一次的关心又是没持续多久 就像开店和炒股的事情一样 这次他又是有始无终 甚至到后面自己再去做产检的时候 男友直接都不再管他 每次都是他挺着肚子独自排队产检 而男友回来要不就是玩游戏 要不就是直接躺在睡觉 面对女友小冉的不断控宿 小王也开始反驳了起来 那你不知道我作业常常 每天回来是很晚啊 你也知道怀着孕 在一个人在家里面 你不知道问候我一下吗 那你一个人在家 做一个人的饭不可以吗 每天回来还要我给你做饭 那我前面也是不是出血了吗 检查说不能做家务 也不能站得太久 这样会对自己不好 那你不能做家务 一个人做一个人的饭不可以吗 又没人让你给我做饭对不对 那我也不想着等着你回来呀 我每天都等着你回来 小王解释自己并非不知道关心的 也为自己的工作真的很忙 而且还常常是夜班 还有就是她觉得 女友还在运出气不碍事的 所以自然而然的忽略了她 再说她又不是个残废 每天就给她自己做做饭就办不到 还得连累自己回来伺候她 听到男友的一番抱怨 女友小冉也忍不住 同她争吵了起来 她表示孕妇本来就不能多进厨房 再者说之前还差点先照性流产 她怎么敢去做对孩子不好的事呢 可当主持人问起孩子的事情是 小冉却伤心的说到孩子没了 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是因为她每天回来就只对着她的那个手机 然后看什么的乱翻 我就怀疑她嘛 她说是客户啊什么的什么 我半夜三斤回来了还聊什么客户呀 那我跟朋友聊客户不可以吗 聊微信不可以吗 反正我心里面始终就有个怀疑态度 然后后来我就叫我的好朋友嘛 然后加她嘛 试探一下 后来我女朋友告诉我 她跟我女朋友提出了一个要求 小冉坦言 自从她怀孕开始 男友对自己的态度就一天不如一天 而且只要一回家 她就抱着手机跟别人聊天 只要自己要求看她手机 就会遭到男友无情的责骂与控诉 这让身为女生的小冉有着强烈的第六感 她怀疑男友在外面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 于是为了试探男友 小冉便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加她微信 但让她想不到的是 男友竟对闺蜜提出了那样无理的要求 而这样的要求 也是直接经到了在场的众人 但男友却解释自己 最后也没有约她闺蜜出来 那我这个不是没见面吗 我怎么知道你那时候 有没有跟其他的外面的异性呢 怎么怎么 我也只能通过我的好朋友 这样撕探了一下才知道的呀 那我什么样子你不了解嘛 对不对 那但是那段时间你回来 对我的态度真的让我 无法接受了 那因为那段时间我工作忙啊 是不是 你再忙你回来 我怀着孕啊 总应该关心我一下吧 后来呢 小王说虽然自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 但是最后并没有什么实际性的发展 可小冉却说就是因为这次试探 导致男友克制不住自己的需求 趁着一次醉酒回家强迫了他 也正因为这样 导致他腹中已经成形的胎儿没了 但小王随后竟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说一个比较奇葩的问题 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 你两个月 你可以吗 我告诉你 你这个问题很荒唐 哪一个做丈夫的没有经历过自己老婆 谁怀胎 读下你的话 天下大乱 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肯定是有需求 而女友十月怀胎怎么可能克制得住 所以对于孩子的流产 小王自己也非常愧疚 但是他并不感到后悔 此话一出直接引起台下嘉宾老师的暴怒 他直言是小王的品质有问题 并不是全天下所有的男人都像他那样 而主持人赵川也是气愤的不想搭理的 但随后还是忍着怒火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是舍不得他 是的 还是说你在找不着新女朋友 舍不得 他有哪些好呢 他虽然没有上班 但是家里面的 基本上家里面的类物 基本上都是他在打理 很体贴 在主持人看来 小王根本不爱自己的女友 而一直不想跟他分开的原因 或许就是想找一个免费保姆 但小王却极力辩解自己对女友是真爱 但落到众人的眼里 这种辩解显得是那么的苍白 那么对于女友小冉来说 到了现在究竟是想和男友分手 还是希望男友有一个改变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疑惑 但是有点舍不得 是这意思吧 是吧 那应该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是怎么说的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 要自控能力 人要懂得去爱 人可以为了爱 可以忍一些动物忍不了的事情 因为他爱这个女人 你爱吗 你根本就不爱 经不住诱惑 耐不住寂寞 你来试图挽回他 你是想挽回自己发出的那些钱换来的工具 还是来挽回爱呢 你们之间有吗 如果有爱 你就不会刚才问出那一句 当你心中有爱 你就知道自律 你就应该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所以你们之间既然没爱 何必要在一起呢 我的建议就是分开吧 嘉宾曲为老师愤怒地批判着男友小王 他认为小王根本就不爱女友 因为爱一个人才不会忍心去伤害他 而他这样的举动简直不是人 因为人都有基本的自控能力 而小王就只是为了贪图一时之快 就不顾女友的身体和腹中的孩子 做下冲动之事 但台上的小王似乎并没有听进去呛告 依旧觉得自己没做什么措施 他只是解决自己的需求而已 看着这样不说人话的小王 一旁的徒雷老师也气愤地指责起了他 明知道他不会炒股 让他去炒股 明知道他不会开店 让他去开店 本来我认为这只是个愚蠢的行为 但到了后来我变得不是这样 变得像某些男人一样 认为我养得起自己的女人 我便可以吃枪凌辱 所作非为 我因为我养得起你 所以我可以在外面约 我也可以在你不愿意的时候 甚至怀孕的时候 来发泄我的瘦 这不是识强凌辱是什么 徒雷老师认为小王太蛮横霸道 因为他觉得自己有经济能力 所以自己做什么女友就该顺从什么 而女友就不应该有丝毫意见 但这种做法无一跟囚禁金丝雀没有分别 可就算是养一只金丝雀 又怎么会控住不住自己的行为呢 所以在徒雷老师看来他此举就是识强凌辱 而随后他更是劝说起小冉能够及时醒悟 就这样的一个男人 继续在一起干嘛呢 所以为了自己将来的幸福 接下来一定要果断的离开男友 不要再贪恋从前的那些温柔 那么在听了徒雷老师的话以后 小冉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两位交换一下箱子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关门 请关门 有点可怕 挺让你有点绝望感和无力感 但是我一直在说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些思考的角度 因为生活呢 还是要别人两个人自己来过的 好了 接下来一期舒服个术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最后小冉还是选择了与男友继续在一起 希望她不会后悔今日的选择 同时还是希望他们两个人在未来能够幸福 请开门